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小军台湾Plus频道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嘉隆 今天来谈一下台湾媒体上最近的热门新闻 就是关于台湾民众党 许多媒体上各种新闻谈到很多事物很多细节 我想以一个学者的角度从理论上来看这个现象 这个很特殊的现象 首先2024年台湾的总统大选 民众党在这个大选中有优异的表现 当时民进党胜选的名字得到40%的选票 然后赖清德当选总统 那么结果这个民进党之外的叫做非律 非律的选票有60% 那奇怪了 为什么这非律的选票有60% 可是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照理说应该有机会当选 却没有 这是2024年最大的问题 我们从这里来切入 然后将来能够理解民众党的崛起 以及它现在的没落 那我的解读很简单 就是说选民基本上还要民进党在中央执政 但是担心一个问题 选民已经在开始超前部署了 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民进党长期之后 长期执政之后会有后遗症 这个后遗症就是一般人讲的 叫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用我们的情况来讲就是权力的傲慢与腐败 这个会是长期执政的一种后遗症 那么台湾选民大概已经心里有准备 就是民进党在目前这种格局之下 有机会很可有可能性会长期执政 所以要开始预防长期执政的这个后遗症 就是权力的傲慢跟腐败 所以呢民进党的得票只有40% 那所以呢从某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选民还是要让民进党执政 但是不会给他很大的这个面子 对赖清德来讲只得到40%的选票 坦白讲我可以这么解读 就是一种羞辱 就是说对赖清德来讲的话 他等于是赢得有点 不像那个蔡英文赢的那个绝对的那种赢 大胜那种赢 赖清德等于说只是小小的赢一下 那台湾选民的确是要民进党继续执政 但是只给赖清德40%的选票 问题从这里展开 第一个首先来解释 为什么60%的选民没有投给民进党 而国民党却没有胜选 国民党再怎么讲是最大在野党 那么在野党的话好歹他也有30%多 甚至于接近40%的支持度 他居然没有当选 在民进党只得到40%的情况下 他居然不能当选 那造就了民众党的崛起 是这样子来 那么所以呢民众台湾选民 没有把很多票去投给民进党 只让民进党能当选 但是呢没有那种胜选的那种骄傲 那他们也没有把票投给国民党 因为他们不要国民党上台 那怎么办 这些选票投到第三方的民众党 所以民众党是选民的工具 他们用来制约民进党 但又不想让国民党上台 所以呢在这个非绿的60%的选票当中 我们都知道那个具体的数据 就是国民党只得到33.5% 民众党很意外的得到26.5% 对一个新成立的政党首次参加总统大选 这样的成绩 26.5%的得票确实很令人刮目相看 可是这个也反过来证明 显示出台湾的民主政治结构里面 有新的状况 那么民众党这样的那个得票 有人分析 就是比较一下 2024的大选跟2020年两次大选的得票分布 结果他们有一个初步的结论 就是说民众党的得票每四票里面 有三票来自民进党 有一票来自国民党 就是说在很多选区里面去前后对比一下 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好我们说假设这个判断是真的 就是如果这样的选票结构是属实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我们从这里来进一步解读 那么对民进党来讲 他就是要把流失到民众党的这个绿的选票找回来 那么所以他要对付民众党 对国民党来讲 民进党的得票只有40% 可是国民党却不能利用这样的机会来上台 显然民众党就是罪魁祸首 是民众党把灰绿的选票吸走了 所以国民党要把灰绿的选票从民众党身上找回来 结果变成蓝绿两党其实都想对付民众党 他们的算盘等于是说搞定了民众党之后 再回到蓝绿对决的基本格局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你看大选结束之后 各方都在检验民众党 照理说媒体是第四权 第四权是用来监督执政者 谁掌握权力谁就应该被监督被检验 结果我们现在发现好像台湾的媒体发很多精神 在检验民众党这个在野党 好像怪怪的对不对 其实原因就在这里刚才提到了 民众民进党发现他的票跑去民众党 国民党发现这个选票没有跑到民进党那边的时候 国民党也不能执政说来说去就是民众党爱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两大党现在发现要先来对付这个民众党 这个崛起这件事情 好那么对民众党来讲 他是新成立的政党 他的真正舞台其实不是总统大选 而是国会还有地方议会 从这里培养政治的明星 然后逐渐壮大 所以他参加总统大选的真正好处 是母鸡带小鸡 营造这个声势 营造这个选民的信心 然后让他们在国会立法院这边 还有地方议会这边 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当选 这个才是民众党的真正的管用的策略 就是国会议会这边 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民众党的策略应该是这样的话 不可能说一次以第三大党的 第三党的身份参选总统大选 然后第一次就当选 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 通常这个两大党不是民进党胜选 就是国民党胜选 不会说一下子就轮到民众党来胜选 所以民众党理论上应该是 它的真正的重点应该是放在国会或的地方议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民进党就不能跟 就是白的不能跟懒的合 因为蓝白和在我的解读等同于民众党在政治自杀 好我们现在解释为什么 如果白的跟懒的合作 绿的选民跑光光 而懒的选民不会靠过来 民众党会两头落空 那他怎么样去抢夺国会席制跟地方议会的席制 你算民众党的崛起 他在国会或地方议会要抢到席制 他等于说从民进党这边抢一点 从国民党那边抢一点 他作为第三方 然后有那个空间 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话 你不能跟懒的合 结果你发现 这个立法院成立以后 新的立法院成立以后 然后来白的跟懒的合作了 那这个蓝白和 大家都看在眼里 这个也不是我编的 蓝白和以后 我就说了嘛 那白的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样的话等于是搞政治自杀 那果然你现在看到 白的的话空间越走越窄 越走越没有空间 好那么民众党其实是台湾选民的工具 这一点 那么一方面呢 就是说要民进党执政 但是又不能让他得票太多 同时又不能在消减民进党的得票的时候 让国民党不小心又胜选 现在选民没有要国民党执政 然后呢 所以这个选民把这些选票投到第三方 所以重点是 民众党作为第三方 他是选民的工具 但是不等于 这不等于说民众党的主张得到选民的认同 民众党的这个候选人 人才等等得到选民的认同 不是的 这个跟民众党自己是多好多坏 没关系 他们是选民的工具 用来牵制民进党跟国民党的 他的本质 他的真正本质是这样 然后呢 现在我们看起来 就是说选民不让国民党上台 当然毫无疑问 就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隐忧 就是因为国民党被认为是亲共 那在这个问题上 所以现在我们整个看起来 选民的这个投票倾向 拿民众党作为工具 同时制约民进党跟国民党 那他给这个民众党的崛起 给国民党的讯号 就是说亲共这一条路是死路一条 如果国民党一直走亲共路线的话 虽然他们号称要把两岸关系 弄得比较和平一点 但是这条路线走下去 国民党将永远没有机会再重新执政 就是死路一条 那国民党应该回到 蒋经国时代的 坚决反共这个路线 才有希望重新执政 那民众党的崛起 给民进党的信号 就是什么 很简单 五个字 恭喜民进党 你有机会长期执政了 所以呢 选民才会让民众党来扮演一个 防腐计的角色 所以呢 然后呢 民众党给第三势力的一个讯号 就是 台湾选民在目前的格局下 还是会给第三方空间 因为选民希望第三方能够有足够的力量 同时能够制约民进党 也制约国民党 所以在目前这种台湾的政治格局下 一个本土的反共的政党 应该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 有这个空间 那所以呢 这个随着民众党的没落 如果 我估计第三方势力有机会 改头泛面 就是第三 新的第三方政党有机会崛起 来取代民众党的角色 成为选民的新的工具 选民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 但也不希望民进党太过嚣张 太过跋扈 太傲慢 所以民进党的得票不能太多 只要多到可以当选就可以了 多到可以胜选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等于不断的告诉国民党 如果你继续走亲共路线的话 那你永远没有办法 跨过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百分之三十多 再变成当一个永远的在野党 如果你喜欢这样 那也没什么话讲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他必须认识到国家安全 台湾的国际政治格局 是选民在总统大选中 很重视的一个因素 国民党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 他永远没机会上台执政 也因此他就永远没机会 证明自己的价值给共产党 你不能在台湾执政的话 你在共产党眼中你有什么价值 你整天当个什么 在台湾内部当一个红色的代理人 这样子有价值吗 对不对 这个国民党应该要好好考虑 回到当年蒋经国的坚决反共路线 蒋经国当年六个字 叫做反共 亲美 保台 这个国民党要思考这个事情 那么第三方的话很清楚 从时代力量到民众党 你看第三方 还有更早之前的亲民党或新党 你知道台湾的第三方 现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来赢得选民的认可 第一个 具有本土代表性 第二个 具有反共的立场 这个因为要确保台湾自己人 能够决定自己的前途跟命运 所以台湾的主权 绝对是掌握在台湾这边的手里 不能说台湾的主权 在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 然后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绝对不可以 就是说台湾的主权 要掌握在台湾这边的手里 那在这个情况下 两个本土的反共的主权在民的政党 互相竞争选民的支持 这个才是台湾民主政治应该走的路 所以呢 第三方的政党 在目前会有空间 因为不能让最大在野党 国民党有机会上台去执政以后 走上一个亲共的路线 那民进党如果长期执政 又担心他会傲慢跟腐败 所以要适当的来制约一下民进党 那在这种基本格局当中呢 我们现在就看到民众党在夹缝中 算是完成他的历史阶段任务 这个将来呢 他会走向没落 虽然还有一个不错的崛起 但是现在看起来 他还不够成熟 那选民可以拿民众党当工具 将来也可以拿另一个 本土的反共的政党来当工具 来营造一个台湾的民主政治 一个新的格局 就是两大党之外 有一个比较小的第三方政党 然后这个第三方政党 具有本土性跟反共的价值观 这样的局面是可以期待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